我想用几分钟时间和大家分享有关消化性溃扬的知识 我会给大家一些提示 让大家很容易会记得消化性溃扬的症状、成因、药物和危险讯号 这个陈仔小小频道就是用小小的资源去fact check大大的话题 然后向大家报告 大家留意在萤幕下面可以按字幕 旁边有个齿轮的按钮 可以教4K的画质 也可以选择播放的速度 如果你嫌我说夜晚可以教1.25和1.5倍 最后记得CLS、Comment、Like和Share 趁仔小小频道 那什么是消化性溃扬?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胃溃扬或者十二指肠溃扬 消化性这个字是由英文译过来的 而溃扬通常定义为在胃或者十二指肠 有可见深度的粘膜破裂大于5毫米 如果想诊断胃或者十二指肠的溃扬 我们都建议用胃的耐视镜做检查 消化性溃扬 症状有六样 由上到下 吐心、吐吐 第二,胸部不息 第三,上腹痛 有些是吃了饭吃了饭会痛 有些是肚饿的时候就会痛 第四,打击或者腹胀 第五,体重下降 第六,柯克士 有些人会担心 很深色的屎 柯克士 问我们意见 那我们通常如何检查是否是黑士 我们就会用白纸 然后将华尔黑士 放到白纸 然后抹开它 如果真的是黑士 抹去抹去也是黑色的 但是如果是深色的 抹去抹去就会发觉是啡色的 原因,最通常的原因是幽门螺旋钢菌 你看到图基本上佔了大部分 而在围绘羊里面 75% 即是四分三 基本上都是因为幽门螺旋钢菌 而十二指长的绘羊 更加是超过90% 都是跟这种菌有关系 而第二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因为药物 包括阿士比林 和菲律固醇抗烧炎药 这两个原因是最常见的 至于三四五六的原因 有兴趣的就是在我英文的频道上 我会再详细一点 讲一些深一点的东西 然后药物治疗的类型 在消化性汇洋 又是有六种不同的药物 我会用SAM 去记住这六种不同的药物 S代表Secretary 抗分泌 抗分泌里面有两种药物 包括质止泵抑制剂 即是简称PPI 又或者另外一种是组织安 二形受体对抗剂 我们简称H2 A就是抗酸 包括尾盐和铝盐 而M就是黏膜保护剂 当中的药包括流糖铝和米索前列唇 而质止泵抑制剂的药物 英文字母 最初我们将它拼入 Explor 然后有六个危险讯号 第一 黑肢 第二 嘔吐物有血 第三 贫血 第四 剧烈腹痛 第五 吞肩困难 第六 反复嘔吐 如果一事但有一个这些危险讯号 我都建议找医生去检查 对于某些消化性溃洋的患者 医生会建议再进行内视镜检查 直至溃洋完全预合 例如 我们会建议 幻围溃洋的病患者 大的 十二指肠溃洋 又或者有并发症的病例 诊者感浪 让大家容易些记消化性溃洋 六样东西 有六个症状 由上而下数 然后六个原因 我建议大家记住最常见的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幽门螺旋肝菌 第二就是药物 亚舌不灵 和非磊固醇抗消炎药 有六种药物治疗 我记住SAM SAM 然后有六个危险讯号 建议阅读简单版 可以去香港卫生防护中心 消化性溃洋的网站 深一点给医疗人士 就是右边那份2019年的英国文献 关于消化性溃洋 我将两个连结放在下面资料栏 多谢 好 好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